清朝末期对于中国五千年文明来讲,堪称是一部屈辱史,从过去八方来朝到沦为西方国家小弟,原因在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,导致国家经济实力衰退,中国被迫沦为帝国主义侵略地,百姓日子苦不堪言。 西方国家这时早就进行完工业革命,经济实力不断发展,只有清朝的统治者还在做着自己春秋美梦,直到被人家用炮弹打上门来,才知道外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,这时想要改变却已经无能为力。 原本闭关锁国政策是为了收复琉球,等到完成任务之后,清朝统治者不想改变眼前局面,只想过着自己自足经济,却忽略世界各国经济发展。 双方经济差距进一步拉大,大清朝物产如此丰饶,怎么可能不被人惦记? 列强们盯上了我们的市场和资源,一开始派遣使者同清朝谈判,希望双方友好往来, 但是盲目自大清朝政府看不上,不愿意主动协商,属于叶郎自大。 列强国家看到明的不来,于是偷偷往中国走私。 虽然清朝以林泽徐为首的清朝政府官员,想要通过禁烟运动跟出这种弊端, 但是胳膊扭不过大腿,清朝国力不是其对手,无奈被动挨打。 翻阅历史书,那时签署好多不公平条约, 譬如南京条约,马关条约,薪酬条约,不仅要赔钱,还要分割土地。 这些恶果蔓延到民间,就是百姓们没有饭吃,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 有些人迫于生计,只好卖儿卖女,希望求得一条活路。 男孩子卖的价格会高一些,一个男孩子能卖到十两银子左右, 长大之后主要是去做苦力。女孩子价格低,会被大户人家买去做丫鬟或者童养席。 西方某些人士也打算做这种生意,当然买了不是干活, 打着物以稀为贵的主意,那时他们把东方女性当作珍稀动物, 因为没有见过,自然觉得十分好奇。 那时西方某些不法商贩,为了赚钱会不择手段, 以往他们把黑人奴隶当作商品贩卖,原因就是黑人奴隶干活好, 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牟利行业,只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把目光描向东方女子。 这种现象直接反映到东方人,西方人面貌不同, 我们是黄种人,他们是白种人,具体表现为皮肤、头发、语言等不同, 因此一直充满好奇,如今西方国家借助网络对中国有了新的了解, 不过依然无法打消他们,投递到我们身上的好奇目光。 但凡到大汉季节,也是百姓最苦的时候, 不少人为了活命,不得不脱家带口,四处奔波。 有些贫穷人家眼看日子过不下去,主动把女儿卖出去, 这些被卖女孩子长大之后主要用来干活, 譬如去大户人家做丫鬟,运气好的还会有一个不错的结局。 然而西方人把目光盯到东方女孩身上, 却是打着另外主意。 有两个美国商人,他们叫卡恩兄弟, 表面上打着做正经生意幌子, 其实背地里做买卖人口生意。 在西方人眼中,东方女性浑身上下充满一种神秘气息, 真的很好奇,卡恩兄弟就是把其当作商机, 他们相中一个贫困人家的女孩子, 主动过去接近,博取其好感。 那个女孩19岁,面容娇好,性格十分腼腆, 卡恩兄弟主动找到他父母, 劝着让他们领着女孩子出国, 给孩子一个美好未来,并且给了一大笔钱。 在金钱诱惑下,女孩的父母毫不犹豫地把女儿交给了这对兄弟, 当然说把他捧成演员, 等到美国之后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 每天把他打扮一番, 带到一个博物馆里,供人观看。 这个裹着小脚, 穿着东方服饰的年轻女孩子一出来, 吸引了人们的兴趣, 纷纷上前观看。 每天只给他一点水喝,少量饭菜, 因为担心其逃跑, 动辄就会打骂, 根本没有把他当人看, 就是冲作一个艺术品。 有些游客还会让他提起裤脚, 看一下传说中的三寸金莲。 这种把东方女性当作展览品, 用来赚钱的行为, 就是不尊重人。 女孩落得这样一个凄惨命运, 与父母对外面环境的无知, 可以说脱不了关系。 深层意义上来说, 就是经济水平的落后, 让很多人急于摆脱原生态环境, 才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。 中国女性被卖到美国, 当作赚钱工具, 对于当代人有很强启发意义, 可能不少人都有一个美国梦, 想要在异国他乡大展宏图。 或许原本是一件好事, 但是也要量力而为, 做事更要脚踏实地, 切勿异想天开。 。 !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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